其實賈靜雯在戲裡面 他拍戲最大的風格就是 都不會把小孩看好 從是語餓到現在 所以或者他永遠都沒有把小孩看好 他這個時候轉身 然後往下走 那個方向有人叫住了他 孩子呢 我要救我的孩子 說其實是你 其實這次我也很開心 在追風者跟阿犬 青方跟阿犬之間的一個關係 但是只是沒有把小孩看好 被放下 全部的事情都起因從這裡 其實賈靜雯在戲裡面 他拍戲最大的風格就是 都不會把小孩看好 從是語餓到現在 追風者他永遠都沒有把小孩看好 那我們要不要來一點比較 就是兄弟感覺的祝賀儀式 我們就把這瓶子給敲了 回收 哇塞小心小心 弟弟你到後面你到上面去 因為那個高度你剛好眼睛非常的危險 小薛你也側一點 我們不高度你到上面去 謝妍欣同學 跟大家說幾句話 請 好OK那我們改天再聊 還是你爛給我 我再幫你發好了 來 今天有沒有很開心 先跟大家問候 預備 起 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謝妍欣 左邊這個人是你的誰 這位美女是誰 嗯 嗯 不會這樣 可是連媽媽都喘不出口 他是 對 因為在戲裡面他被綁架 媽媽沒看好 所以他可能有點怨恨 好 他今天親情不好是應該的 因為他今天是唯一 不能進去看首映的 他未滿16歲 希望我們的演員可以傳承 你們可以看到前輩 你可以看到後輩 老中青三代 小薛我們應該站上去吧 嗨 他把我推下去 你算是一個 戲裡面的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對 就是沒有我 他就出不來 唉唷 我也是這裡面最欣賞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有交代要照顧一下光派 你有交代要照顧一下光派 加油 快 大哥 等一下 打一下 你等我一下大哥 你等我拜託風給你 你再講 你幫我處理一下 你再問他要幹嘛 呃 請問一下你要幹嘛 你這是夢者 追夢者啦 追夢者啦